试过有装修公司去楼下五金铺 帮客买了指定的桂门铺 半年之后桂门掉下来,窄到人 你说是谁的责任呢? 大家好,我是装修学院校长Simon 今集就要讲讲 装修公司必须知道的一些法律知识 今集就讲讲一些物料的采购 有些装修公司都会问我 如果我帮客去涂那些货品 然后我帮他涂,我帮他给尺寸 但是有什么事的时候 入口数,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不帮客人买料呢? 有时可能是 客人指定了一个牌子 然后我帮他买 买完之后 然后有问题 是不是我负责呢? 按照法律 你有个报价项目给互主 互主找你去做 如果有问题的话 互主告你 你告五金铺或者建材公司 但是互主装修公司当然觉得这样不可以 如果要别人告我,我再告别人 按转接,我便要花很多时间处理这件事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知道 报价单上面写的东西 其实是一张合约 只要是在上面写的东西 就已经要满足一个隐含的服务条款 就要看报价单上的项目是怎么写的 你就要满足合理期望了 装修丝要留意 不是所有的法律责任 都可以透过你订阅一些条款 去免责的 因为法律上有一些隐含的服务条款 只要你提供服务给消费者 你就要遵守 就算你写多少条款 免责都是无效的 那我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装修公司 你是帮个客人 认客户要求 买某一个品牌的产品 或者在一个地方买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代付项目 或者一个实报实销项目 你没有赚钱的 你就要考虑 是不是真的要写在报价单上面 如果你是买了一份东西 然后给单去Claim钱 这件事可以与报价单分开 就不会变成在记录上 好像你建议客买这个材料 需要保证那个材料 是没问题的 记录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都不想 明明是客人决定 在这里买那件东西 你只是代买 但是你要负上法律责任的 所以这些地方就要留意了 我们的装修学院 就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和香港工程装饰商会 就合办了一个 优质装修服务管理证书课程 一方面就希望提高业界的服务水平 第二方面也希望协助装修公司 避免中伏 有兴趣料更多 就在我们影片的 Description box里 了解更多报名的详情